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探索人性与正义 安娜 卡列尼娜的道德困境 二 爱情与背叛 安娜与弗隆斯基的禁忌之恋 三 列夫 托尔斯泰 文学巨匠与道德哲学家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人性与正义 安娜 卡列尼娜的道德困境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托尔斯泰的那部 后的可以当砖头用的小说 安娜 卡列尼娜 这本书 你们可能听说过 她的第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 这句话就像是一道开胃菜 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家庭大餐跃跃于世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安娜 她是个美丽 聪明 有魅力的女士 但她的婚姻生活却像是一块过期的奶酪 外表看起来还可以 但一旦尝试深入 就会发现里面满是美味 她的丈夫 卡列尼先生 是个高级官员 严肃 枯燥 情感上的吝啬鬼 在这样的婚姻中 安娜遇到了瓦伦丁斯基伯爵 一个充满激情的军官 两人之间迅速点燃了禁忌之火 这里 我们就遇到了第一个道德困境 婚姻的忠诚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冲突 托尔斯泰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就像是一道难以下咽的道德额干将 安娜选择了追求个人的幸福 但这个选择让她成为了社会的妻儿 甚至失去了她最宝贵的东西 她的儿子 接下来 我们看看列文 她是个农场主 也是个道德的探索者 列文在书中代表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她追求的是土地 家庭和简单的幸福 她的故事提供了一种对比 让我们看到 也许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激情的追求 而是在于平淡生活中的坚守和责任 安娜 卡列尼娜 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婚外情的小说 它是一部关于人性 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深刻探讨 托尔斯泰用她的笔触 描绘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画卷 每个角色都在其中 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幸福 安娜的悲剧 不仅仅是因为她违背了婚姻的誓言 更是因为她生活在一个 无法接受她选择的社会中 最后 如果我们要从这部小说中 提取一点幽默的话 那就是 在19世纪的俄国 如果你是个有感情问题的女性 最好的解决方案 可能不是跳上火车 这是个双关语 因为安娜最终在火车轨道上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时也指的是 当时的社会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性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 不妨思考一下 我们是否在今天的社会中 仍然面临着类似的道德困境 我们的选择是否会比安娜更自由 或者我们只是在不同的轨道上 重复着相似的悲剧 这些问题 我留给你们去思考 记住 生活不是小说 但小说可以反映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与背叛 安娜与弗隆斯基的禁忌之恋 当然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俄国文豪列夫 托尔斯泰的不朽剧主 安娜 卡列尼娜中的一段 扣人心弦的爱情与背叛故事 这部小说 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 它是一部社会小说 一部哲学小说 更是一部道德小说 但是 让我们先把这些高深的东西放在一边 聚焦在安娜和弗隆斯基的禁忌之恋上 安娜 一个美丽 聪明 充满激情的女性 却被困在一个无碍的婚姻里 她的丈夫 卡列尼是个高级官员 一个冷漠 刻板 只关心自己事业的男人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安娜遇见了英俊潇洒 充满魅力的军官弗隆斯基 这场邂逅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 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弗隆斯基 哦 那个男人 他的魅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有血有弱的女人心动 他对安娜的追求 既热烈又不顾一切 他们的爱情 就像是一把火 一旦点燃 便无法控制 他们在社交场合中 频频交换秘密的眼神 就像是在玩一场 只有他们两个人懂的游戏 但是 这场游戏并不简单 在那个时代 婚外情是一个大忌 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安娜的背叛 不仅仅是对丈夫的背叛 更是对整个社会规范的背叛 她的行为 引起了轩然大波 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被视为道德败坏的象征 安娜和弗隆斯基的爱情 是那种 让人既羡慕又害怕的爱情 他们的关系充满激情 但同时也是毁灭性的 安娜为了这段关系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她失去了社会地位 失去了对儿子的探视权 甚至失去了自我 她的爱情 最终变成了她的牢笼 弗隆斯基呢 她虽然深爱安娜 但她的爱足够坚定吗 她能承受社会的压力 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地位吗 嗯 这个问题就留给读者 自己去发现答案吧 总之 安娜与弗隆斯基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爱情 欲望 自由和牺牲的故事 她提醒我们 真正的爱情 往往是复杂和矛盾的 它可以是生命中 最美好的事物 也可以是最危险的毒药 而在托尔斯泰的笔下 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让人既感动又深思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猎夫 托尔斯泰 这位文学界的重量级拳击手 他的文字有如拳头一般 能够击中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同时也能够挑战社会的硬桥 托尔斯泰 这位俄国的文学巨人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高 他其实并不高 而是因为他的作品 如《战争与和平》 和安娜 卡列尼娜 这些作品后的 可以用来当作哑铃 锻炼你的肌肉同时 也锻炼你的灵魂 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故事 他们是整个宇宙 你可以在其中 找到从农民到贵族的 每一个阶层 以及他们的爱情 悲剧和追求 托尔斯泰 不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他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他的思想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 但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 他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 反对暴力和战争 他的非暴力抵抗的理念 甚至影响了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 想象一下 这位俄国贵族 穿着农民的麻布衣服 试图用锄头耕地 虽然他的农业技能可能和他的写作技能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他的努力展示了 他对自己信仰的承诺 托尔斯泰的生活中充满了戏剧性 他的个人生活有时候 比他的小说还要复杂 他和妻子索菲亚托尔斯泰 有着一段长达48年的婚姻 生了13的孩子 但这段关系 最终因为他们在财产和道德观念上的分歧 而变得紧张 想象一下 这位伟大的作家 在82岁高龄时 穿着睡衣 只带了一点点东西 离开了自己的庄园 就像是他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一样 最终在一个小火车站去世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对矛盾的探索 他是一个贵族 却为农民的权利而斗争 他是一个家庭人 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孤独 他是一个文学巨匠 却在文字之外寻找真理 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都提醒我们 人性是复杂的 道德是需要不断探索的 而文学 哦 文学是我们探索 这一切的一盏明灯 哦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俄国社会的阶级与婚姻 以列夫 托尔斯泰的名著 安娜 卡列尼娜 为背景 这部小说 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不忠 爱情和悲剧的作品 它还是一幅 19世纪俄国社会的精细画卷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 19世纪的俄国社会 是个阶级森严的地方 我们得了解一下 你可以想象它 就像一个大型的洋葱 有着层层的社会阶级 最外层是农奴和普通农民 他们的生活就像是洋葱的皮 不是特别让人激动 网里一点 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 他们的生活有点辣 但也能让人流泪 在网里是各种官员和小贵族 他们的生活开始有点甜头 但也夹杂着苦涩 最内层 那就是大贵族和皇室成员了 他们的生活 嘿 那可是洋葱的精华 既甜又辣 但吃多了容易让人胃疼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婚姻就像是一场 精心编排的舞蹈 每个人都得按照音乐的节奏 也就是社会规范 来跳舞 对于上层社会的人来说 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它更是家族荣誉 财富和权力的交易 你可以想象 当两个家族决定联姻时 他们不是在交换戒指 而是在交换土地 头衔和政治影响力 而安娜 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 安娜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中 跳着她的舞蹈 她是一个上层社会的女性 嫁给了一个高级官员 卡列尼 但是 她的心却被另一个男人 弗龙斯基所俘获 这就像是在舞会上 突然改变舞伴 不仅让人震惊 而且还违反了舞会的规则 安娜的故事 展示了个人情感 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 以及这种冲突 对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 我们看到了 不同阶级之间的婚姻 是如何运作的 比如 农民的婚姻可能更多是 为了生存和劳动力的需要 而贵族的婚姻 则可能更多是 为了权力和地位的需要 这些婚姻 往往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 而是建立在社会期望 和经济利益之上 总之 亲爱的听众们 19世纪的俄国社会 就像是一场复杂的舞会 每个人都在跳着他们的舞蹈 而婚姻 则是这场舞会中最精彩 最复杂的舞步之一 安娜 卡列尼娜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 不忠和悲剧的故事 它还是一个关于社会 阶级和人性的深刻探讨 而我们 作为现代的读者 可以从中窥见过去的影子 同时也反思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否仍有类似的舞蹈在上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道德 自由与社会规范 安娜 卡列尼娜的主题剖析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主题 首先 让我们把始终拨回到 十九世纪的俄国 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贵族沙龙 繁复礼仪和压抑情感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 列夫 托尔斯泰的 安娜 卡列尼娜 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婚外情的小说 它是一部关于道德 自由和社会规范的史诗级剧作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道德 在小说中 安娜是一个美丽 聪明 但不幸的女人 她的不幸 在于她的婚姻缺乏爱情 她与弗龙斯基的婚外情 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挑战 当时的社会道德观 在那个时代 女性的道德标准 是非常严格的 而男性则享有更多的自由 安娜的行为 不仅仅是对她丈夫的背叛 更是对整个社会规范的挑战 这就好比你在正式晚宴上 穿着泳装出现 不仅仅是时尚的灾难 更是对着装礼仪的公然挑衅 接着是自由 安娜渴望的是情感上的自由 她想要逃离一个没有爱的婚姻 追求真正的爱情 然而 她很快发现 社会的枷锁 比她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她的自由追求 最终导致了她的社会孤立 甚至是她儿子的失去 这就像你决定 在办公室里不穿鞋子 因为你觉得自由无价 但最终你 只是得到了一张 违反办公室规定的罚单 和一双冻僵的脚 最后 社会规范 安娜 卡列宁娜 展示了19世纪 俄国社会的双重标准 安娜的丈夫 卡列宁 虽然在公众面前 表现得道貌爱然 但私下里 却对安娜的情感需求 漠不关心 社会对安娜的审判 远比对她情人 弗龙斯基的审判要严厉 这就像你在餐厅里 用叉子吃汉堡 旁边的人 可能会偷偷地评判你 但如果你用手 吃鱼子酱 那你就准备好 成为社交媒体上的 热门话题吧 总之 安娜 卡列宁娜 不仅仅是一部 关于不忠和悲剧的小说 它是一部深刻探讨 个人与社会之间 冲突的作品 它提醒我们 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 我们不可避免地 会与社会规范发生冲突 而在这场冲突中 我们可能会发现 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简单 就像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里 找到一双合适的手套 既要保暖又要时尚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一部 充满戏剧性的小说 安娜 卡列宁娜 她探索了人性 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复杂关系 我们见识了安娜的悲剧 她为了追求个人幸福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看到了 阶级与婚姻的交织 以及19世纪 俄国社会的复杂性 通过这些故事和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社会 仍然面临着 类似的道德困境 我们的选择 是否比安娜更自由 我们是否还在 被社会规范所束缚 这些问题 留给你们去思考 最后 我想鼓励大家 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道德 自由和社会规范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经验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个有趣而复杂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与你们再次相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